第82-1集,火焰山背后 大家好,很久不见了,今天我们再次见面了 今天是2024年10月14日 自从2024年2月22日,我做完了第499集 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相信大家都等得着急了 那么我现在就告诉大家,这半年我都做了什么 其实很简单,我什么事都没做 我一直在等待,等待视频的持续发酵 大家看看通天河的故事,唐僧在大雪漫天的时候 要过通天河,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是对沙僧说的,物净怎么这等余见 若是真二月,一日暖寺一日,可以带得冻解 此时乃八月,一日冷寺一日 如何可变,妄解冻,却不又误了半载行程 此时的唐僧,就是看完了我499集视频 完全觉醒了的人民,那个时候正是2月份 人民希望正义快点来临 这个心情呢,从2月份开始一路到8月份 是越来越火热,越来越期待 可是到了8月份,我还没有出现 人民的心中难免就会怀疑 就有人想着啊,是不是这个巫师说的都是假的呢 是骗人的吧,这就是过了8月份 人民的心呢,一天冷似一天 那么8月份,我为什么还没有出现呢 因为啊,敌人也隐藏在人民之中 敌人也在等,他们就是要利用人民 要利用人民的这种心理 于是呢,过了8月份之后 网上各种对我本人 以及对我视频的攻击就大量出现了 同时呢,各个网站也有许多打着解读西游记 就是明朝历史7号的自媒体人员 也纷纷地蹦了出来 一个个跟癞蛤蟆一样 这就是敌人的应对 而这也是东方神仙的需要 说到这里呢,我必须说一个啊 我一直想说,却没有机会说的问题 这个西游记视频的全部解说呀 我没有任何原则性错误 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 是连贯统一的 可是在老鼠经的故事呢 我做了一个预言 我说2023年底 台湾可能回归 我记得当时我说的是可能 我没那么肯定 这里呢,我就不去看 我是不是肯定了啊 我就单说这件事 这个预言显然失败了 这是为什么呢 神仙的预言为什么会错 你看我也说过啊 犀牛经辟臣会被习主席处死 结果2023年10月27号 辟臣李克强果真死了 哎,我说过啊 我们五年大凡府期间 会抓贪官 清兵检政 还有那个巴以中途等等 这都一一展现在人民眼前 大家都看到了 我预言都在一一实现 可是为什么 唯独收台湾这件事我错了呢 这地方我认真告诉大家 我并没有错 我做的一切 我说的话,写的字,做的视频 都是东方神仙计划内的事 我就说收台湾这件事 我解读老鼠经的故事的时候啊 我还没有觉醒那么多 其实那个时候啊 我真是解读的很困难 当我看到老鼠经最后被抓 那时候我就知道 这意味着收复台湾 可是我并没有认为 就是2023年年底 当时呢 我并不想说出来这件事 但是呢 我在心里啊 翻来覆去的犹豫 犹豫了很久 真是翻来覆去的犹豫 那到底说不说呢 最终呢 我还是说出了这句话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呀 我的思想 不是我这个凡人身体 完全控制的 当时说出 2023年年底收回台湾 其实是一个战略欺骗 虽然呢 人民看我的视频 最开始你肯定以为 我是一个疯子 胡说八道 但是呢 九转灵魂看我的视频 他们第一时间 就知道我是谁 那时候连我自己 都不知道我是谁 他们这帮人 就知道了我的身份 我就是东方神仙下界 来收他们生命的 所以呢 他们会特别认真的 看我视频的每一个字 我说了 2023年底收台湾 那么这帮九转灵魂 他就全会当真的 他们就会 为这个时间点呢 开足火力 做各种抵抗 于是呢 多年隐藏的 暗装啊 间谍啊 卧底啊 以及他们控制的 各行各业 会以2023年年底 为时间节点 来做准备 这样一来呢 敌人多年的苦心经营 就全面暴露了 我们就可以提前 收拾掉这些玩意儿 这就为了 以后收回台湾 减轻了许多阻力 大家懂了吧 然后呢 我再说一下啊 具体收台湾的时间 我们注意啊 西游记里面 给出了这个时间 它是这么八个字 多时饭熟 少时茶滚 我先说茶滚这俩字 这个茶 是绿茶表的意思 这直接说的 就是蔡英文 蔡英文在人间的形象 就是绿茶表 而他也就是台湾 事实上的 最后一个领导人 这怎么理解呢 我给你以满清举例 你就全懂了 你说满清亡于谁手里 绝大部分人 都会说是慈禧太后 而不会说是溥仪 虽然溥仪啊 才是满清最后一个皇帝 可事实上 满清亡于慈禧手里 台湾是同样道理 西游记中只记录本质 台湾的最后疯狂 是因为蔡英文 她就是慈禧 现在那个台湾地区的领导人 不过是溥仪而已 她是无足轻重的 西游记中就不记录它 所以呢 当绿茶表蔡英文下台 台湾就要准备收服了 这就是少食茶滚的含义 那么多食饭熟呢 这个是说呀 做饭前 你需要准备各种食材 调料 以及考虑啊 请什么客人呢 怎么安排啊 这是一系列前期准备 这也就是习主席 在为收台湾 做的各种准备 当这一切准备好了 比如你看最近啊 中国海警都在台湾周边 一圈都巡航了 都把台湾给包裹起来了 这就是饭熟前的各种准备 这一切都安排到位 那么台湾的回归 就顺理成章 水到渠成 几乎啊 唾手可得 这样就避免了解放军战士的 无畏牺牲 这也是习主席一贯的 善战者 吴赫赫之功 大家懂了吧 这就是我在老鼠鲸故事里面说 2023年底 收台湾的含义 这就是一次战略欺骗 当然啊 听到这里 你信不信我 其实我都无所谓的 我现在 重新做这一集 就是有些话呀 要对人民说明白 前面说了啊 我让人民等了这么久 现在呢 为什么我突然出现 那就是啊 大家的等待也差不多了 再等下去啊 这个茶阵就凉了 该暴露的敌人呢 也暴露的差不多了 人民呢 也需要真正的看到我 施展神通 我说一句话啊 上赶着 不是买卖 如果我在499级之后 立刻施展神通 那么人民感受不深 接受的强度 程度也不强 现在经过半年多的等待 我相信呢 一切也就到了 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先要对大家明确我的身份 首先说啊 《西游记》是一本神仙写的天书 作者就是我 我姓周 全名周宏都 1972年出生 籍贯市河北省永庆县 不过除了中学六年时间 其余的时间 我一直在北京生活 我是无业游民 没有工作 也没有钱 也没有社会地位 我脱离社会几十年了 我是绝对意义上的 没有半个朋友 这是我这一辈子的情况 我来到人间呢 最少三次 这是写在西游记中的 至于是不是还有更多次 那么现在我也不知道啊 我只说我知道了三次 第一辈子 我是深宫豹 第二辈子 我是东方硕 这辈子 就是现在的我 我来到这个时代的使命 是彻底铲除人间的妖魔鬼怪 书写人间真正的历史 让中华文明 彻底回归人间 不过呢 我并不是没有领导 我唯一的领导 就是习近平主席 我进行的一切工作 都是按照习近平主席的命令行事 西游记这本书啊 现在我认为是在2023年写成的 或者靠后点时间也可能 比如2027年 但是呢 我将这本书放到了明朝 这就有了大家看到的 西游记从明朝流传至今 之前时机不到 所以无人能看懂西游记 2023年 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后 时机就到了 于是呢 我就觉醒了一点神通 开始翻译西游记 于是就有了大家现在看到的啊 网上流传的 乌师七二解读西游记 现在是499集 我在人间的身份 是神仙界给的 我是乌师 也是人曹官 目前视频只有499集 因为到今天为止 我还没有开启全部神通 而500集开始 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了 那个时候 我就会觉醒全部神通 开始具体的去相邀出没了 我的文案呢 现在有了420多万字 这也太多了 为了帮助新读者 快速理解 乌师七二解读西游记 说的到底是什么 我建议新读者呢 先看499集 你看完了499集 再从头看就清楚多了 到这里呢 我该说的话就说的差不多了啊 如果读者看到这里 觉得我是一个疯子 在胡言乱语 那么你就不要浪费时间 看这么长的文稿了 太浪费你的时间 如果到了这里 觉得你还想看下去 那么恭喜你 你是人间灵气满满的一个人 那么就请进入神秘的西游世界 随着我文字的展开 我将为你彻底揭开 笼罩人间几千年的谎言迷雾 一个全新的真实的世界 会完整的出现在你眼前 能看到我的视频 是你的运气 能看懂我的视频 是你的灵气 当你选择继续看下去的时候 你就是神仙选中的有缘人 就让我们一起开始啊 寻找真相之旅 之前的499集呢 我有几个故事 单纯说的就是古代 比如火焰山 这说的是明朝 灭法国 说的是宋朝 可是我现在开始 校对文案 全文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啊 原来火焰山和灭法国 说的也是现在 因此 我不得不重新制作视频 来解读我之前 没解读完全的故事 不过呢 为了不破坏整个视频结构 我就不会追加数字了 而是给一个小的数字来区分 比如我这一集啊 就写成82-1 这样整体来看呢 还是499集 而大家顺序看的话呀 那么看完82集 就会来到这一集 这一集呢 我就全部的为大家解读 火焰山故事中 隐藏的新中国历史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火焰山的故事中啊 杭僧 师徒四人 来到一座庄园前 大家看这个庄园的描写啊 那是一片红色呀 之前我说这里是朱元璋 其实这里说的 也是毛主席 说的也是新中国 刚建立时候 元国山河一片红 当时我说的朱元璋 其实就是毛主席 朱元璋时代 也就是毛主席时代 因为呀 朱元璋和毛主席 是同一个神仙 两次下来人间 拯救中国人民 八百里火焰山 就是毛主席 阻挡国内 罕见卖国贼 取来西方思想 祸害中国人民 这是他设下的火焰山 然后我们看看啊 孙悟空跑出去买米糕 这段太有意思了啊 孙悟空啊 看到了这个卖米糕的男孩 他就拔下一根毫毛 变了一个假钱 他买了一块米糕 而他拿过来这个米糕之后呢 他却说这个米糕啊 太热了 他一路左手 倒腾到右手 就这边一块米糕 他就倒腾来倒腾去 他就几乎拿不住这个米糕了 你说啊 孙悟空他连炼丹炉那个高温他都不怕 他怎么会怕一块人间的米糕呢 这地方含义可是太深刻了 此时的孙悟空 他代表了死兔子邓小平 卖米糕的少年 就是新中国的人民 此时的时间 就是改革开放时期 尤其是初期八九十年代 这是说呀 邓小平 他以虚假的钞票 骗走了善良的老百姓 辛苦几十年创造的一切劳动果实 而中国人民是一点也没防备 就如这个少年一样的 憨厚诚实 他们想不到 邓小平竟然敢欺骗人民 他竟然敢瓜分国家 那时候人民真是一点也想不到啊 孙悟空被胖的呀 这个左右手来回倒腾 这是说 邓小平 朱镕基等人 经过一系列顶层操作 终于把国家的变成了自己的 国企变成私企 他们就是这个样子 看起来合法的瓜分了国家 而且为什么是孙悟空去做 不是猪八戒去做呢 因为孙悟空代表了暴力武装 这是说 邓小平瓜分国家财富 他除了采用欺骗的手段之外 他还动用了军队来为自己保驾护航 为什么少年卖米糕 不卖馒头 不卖这个面条呢 因为这个糕啊 有待宰羔羊的意思在里面 这是说 毛主席一去世 中国人民就失去了保护 一个个全变成了待宰羔羊 关键是啊 当时的人民心思如此 就是如此时的少年 一样的天真 他们完全相信了 邓小平卖国贼集团 他们没有半点警惕 所以那时候的中国人民 一个个就如待宰羔羊一样 真是 怎么说呢 就是傻傻的在等死 一个个被屠戮殆尽 你现在直接想一下 90年代的东北大下岗 你就完全理解了这段情节 然后呢 孙悟空去找铁扇公主 接芭蕉扇 我们看看铁扇公主 住的地方是哪啊 它叫做 最云山芭蕉洞 我们先看时间 那个老者告诉孙悟空 这里距离那里 来回1450里 这就是1456年 这就是朱祁玉 刚当皇帝的时候 这里意思是啊 大明朝那个正统皇帝 朱祁镇被废了 此时 大奸臣 于谦 正风光 而这也就是说的啊 毛主席时代 周恩来 篡权成功了 于谦 他就是周恩来 这次我告诉大家 这个不是我的猜测 我直接告诉大家 周恩来 就是于谦 一路夺舍过来的 后面我会给出证据 这都记录在西游记 火焰山这个故事里 然后呢 我再说翠云两个字 这其实是 崔韵的意思 这里说了两件事 第一个是啊 毛主席建立新中国之后 中国人口迅速增长 第二个是啊 习主席 号召人民生三胎 解善公主 可以说就是东方神仙 东方神仙 希望人间的中国人 多子多福 这两个字 完全代表了 东方神仙 对中国人的期望 我这时候再重申一遍啊 西游记就是我写的 我是东方神仙下界 专门来人间呢 降妖除魔 我是在2023年写的西游记 然后放到了明朝 所以这本书里面 浓缩了过去 现在和未来 这点希望读者 能尽快理解 如果你看到这里 实在接受不了 这个事实 那么只能说 你欠缺一点灵气 如果你还能看下去 那么就继续看下去 如果看不下去 那么就到此截止吧 省得浪费你的时间 关键是 省得你嘲讽神仙 神仙也是有脾气的 你不信 别看就好了啊 接下来啊 孙悟空见到了 铁扇公主 那么孙悟空就要芭蕉扇 铁扇公主就不给啊 于是打起来了 这个铁扇公主啊 他打不过孙悟空 于是取出芭蕉扇 他就把孙悟空扇飞了 孙悟空飞掉了 灵级菩萨地盘 灵级菩萨给了孙悟空 一个定分单 孙悟空回来 他有这个定分单 他就不怕了 他再和铁扇公主打 这一次 孙悟空钻入了 铁扇公主肚子里 然后他在铁扇公主的肚子里 玩命的折腾 他还让铁扇公主 那个嘴啊 张三下 我现在就给大家 深刻解读这一段 这一段情节 其实说到了 毛主席在人间的最后十年 此时 孙悟空代表了 周恩来集团 铁扇公主就是毛主席 我一段一段的说啊 首先 孙悟空为什么要 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因为他要灭了火焰山的火 这把火是毛主席放的 是工心思想的大火 是阻止汉奸取来 西天邪精的 所以大汉奸周恩来 他必然要扑灭 孙悟空和铁扇公主开打 这就是说 周恩来集团 对毛主席发动了进攻 此时呢 铁扇公主打不过孙悟空 是说周恩来这个时候 掌握了官僚体系和大量军队 这里暗含了 林彪被周恩来害死 因为林彪没了 所以毛主席就打不过周恩来了 这个时间是说的啊 1966年之前 国内高层的政治局面 然后呢 毛主席不得已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这就是铁扇公主 一扇子就把孙悟空扇走了 所谓那个老干部靠边站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扇子就是舆论宣传 此时呢 读者一定要有时间 融于一点的概念 天地一指 万物一马 毛主席发动文革是1966年 林彪去世是1971年 你这时候不能按照时间顺序来看 西幽记里面都是提炼事件本质来记录 孙悟空被扇子扇到了灵极菩萨地边 这个灵极菩萨代表了宗教 其实这个时候啊 他准确代表了私心 灵极菩萨给了孙悟空定风单 这个风就是思想宣传领域的宣传 孙悟空拿到了定风单 他就不怕铁扇公主的扇子了 这就是说周恩来在文革后期 他完全掌握了宣传口 他已经可以左右舆论宣传了 所以毛主席的宣传 周恩来他就不怕了 那么周恩来以什么来拉拢官僚左右舆论 扭转对自己的不利局面呢 这就是定风单 这就是私心 这个私心是什么呢 当时我认为是周恩来 以透露多色的秘密 拉拢这帮人 他给了这帮人长生不老 这样呢 他就取得了对毛主席的胜利 最后呢 孙悟空变成脚料虫 进入了铁扇公主的肚子 这就是说周恩来转进了毛主席 这是从1973年开始 一直到1976年 毛主席去世 正好三年 这个时间段内 周恩来完全掌握了中央 这就是孙悟空在铁扇公主肚子里面 折腾的真正含义 这个时候你再看啊 孙悟空他在那个铁扇公主肚子里 他说 婉儿耍子 这四个字浓缩在一起 就是婉子 这就是让中国绝后的意思 这准确对应了1973年 中央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 周恩来就在这个时候 假冒毛主席的名义 开始在中央最高层发文件 周恩来让中国人民断子绝孙 孙悟空然后要铁扇公主张嘴三下 说的就是毛主席人生最后三年 毛主席被周恩来软禁了 所谓毛主席的命令 都是周恩来写的 因为铁扇公主 是按照孙悟空的要求张口 让他张嘴他就得张嘴 让他张几下就得张几下 那你说这是什么呀 这就是毛主席被软禁了呀 如果是看过我后面视频的读者 对这一段理解起来 就是完全没有困难的 因为后面仔细解读了 那段时间的历史 但是第一次看我的文杆 或者看这个视频 你第一次看到这里 你顺序看 你这个时候你是无法明白 这段情节的深刻含义的 不过不用担心啊 你耐心看下去 最终你就完全看清了那段历史 七游记是以神仙手段 高度压缩历史 第一次解读的时候 我还没有彻底觉醒 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 这里记录的深刻历史事件 而现在在看呢 我就完全看明白了 大家看完这段情节 也就更明白了 后面我说的啊 毛主席和朱元璋 他们就是同一个神仙 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间段 下届来到人间 拯救中国人民 然后呢 孙悟空拿这个扇子回来了 他就和唐僧一起去火炎山灭火 开始呢 他们向西走了四十里 就开始灭火了 结果这个扇子是假的 无法灭火 大火烧的他们反倒向东 又跑了二十余里 向西四十里 就是向历史上游四十年 那么从哪一年开始算呢 其实就是从二十大开始算的 二十大是2022年 向前四十年 就是1982年 这一年就是死兔子邓小平 改革开放的时候 火焰山就是代表了 阻止汉奸推行卖国路线 这段情谊的含义是 死兔子邓小平 在毛主席去世后 他就一路卖国不止 最终到了2022年 中共二十大 邓小平的卖国路线 才被习主席彻底终止 大家看到这里 应该多少熟悉了 西游记的文字风格 这里的时间是完全重叠的 我这次的解释 和以前的解释 并不是取代 我没有取代原来那个解释 原来的视频 原来的文字都是正确的 但是那只解读出 一个历史时期 实际 西游记中的一个情节 对应多个历史时期 我新添加的这个视频和文字 对应着不同的历史时期 可是本质一样 就这段情节来说 唐僧他们向回跑二十余里 那就是说 从1976年 毛主席去世 再前进二十多年 一直到1997年 这一年呢 发生了一件大事 此兔子 邓小平死了 而对应到这个情节 你看 这个时候 你要去查历史 查时间啊 正好对应了 高原喇嘛 建立皇教 皇教就是为 朱棣夺赦服务的 这也就是说 邓小平死后夺赦 他根本没死 他是以年轻的 全新的身体 还活在人间 这个地方 为什么对应皇教呢 这是要看之前我的解释 那个时候 这里对应了 永乐七年 这两个时间 其实指向同一个本质 就是皇教 就是夺赦 然后我们再看啊 这个时候 孙悟空就把那个 土迪爷叫出来了 他就询问 这个怎么办呢 土迪爷就说呀 那个你要去找牛魔王 牛魔王两年前 娶了一个小老婆 他叫做玉面公主 玉面公主有个老爹 万岁胡王 现在这个老爹已经死了 玉面公主住在 鸡雷山 摩云洞 这个牛魔王 此时就是邓小平 玉面公主 玉面两个字 是说明皮肤白 所以玉面公主 就是白皮 就是洋人 牛魔王娶了玉面公主 其实说的 就是在毛主席去世后 卖国贼邓小平 立刻和美国西方小日本 勾结到一起 他们里应外合 瓜分出卖了中国 你记得温家宝 曾经说过一段话吧 救美国 就是救中国 中美是夫妻关系 这里 牛魔王 娶了玉面公主 就是准确对应 温家宝说的这句话 中美是夫妻关系 只是温家宝 他要中国当女人 做妻子 做弱者 这个角色 那么万岁胡王 是什么意思呢 你记得西游记中 有个万圣龙王吧 这个万圣龙王 狭义的说 他代表了王阳明 代表新学 广义的说 他代表了私心思想 万岁胡王 就是代表了私心 不过这个地方 他是特指的 这里更特是说 胡人的私心思想 胡理对应了胡人 万岁胡王死了 不是说胡人的私心思想死了 而是说 毛主席建国后 他打败了一切外敌 从小日本 到美帝 到苏修 都被毛主席打败了 所以当时的新中国 人民心里是无比自豪 我们自豪于 做一个光荣骄傲的中国人 我们虽然 这个物财富上穷点 可是我们心里是健康的 其实我们有一种 发自内心的骄傲 因此 这地方是相对于 中国人的心理状态来说的 满清 民国时候 那种啊 洋人最高 白皮最大 这个思想 彻底在新中国 消失不见了 于是万岁胡王就死了 但是他留下了一个 玉面公主 先说这个玉面公主 住在什么地方 那这个地方 叫摩云山 这就是默韵的意思 这就是 不让中国女人 怀孕的意思 邓小平上台后 疯狂执行 计划生育政策 那么这个计划生育政策 怎么来的呢 这不是玉面公主给的吗 这就是西方 白皮 美国和邓小平 内外勾结 他们集体对中国人民 进行的大屠杀 而且是屠杀 中国婴儿 这就是墨韵 积累呢 这是积累的意思 这是说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是他瓜分了 毛主席时代 几十年 人民创造 并且积累的财富 这些财富去了哪里 都归了玉面公主 这就是说呀 中国人民创造 并且积累的庞大财富 财富啊 都被死兔子 邓小平 白白送给了白皮黑鬼呀 就这个死兔子呀 那么这个三千里 是什么意思呢 说的就是周千子三千年 牛魔王和玉面公主的婚姻 本质就是中国国内的汉奸和外面的敌人相互勾结 他们始终要灭亡中国 始终要中国断子绝孙 这件事贯穿了整个周千子三千年始终 大家看懂了吧 然后你看啊 孙悟空问 鸡血山在哪里 那么又问鸡雷山 你别以为是版本错误 这不是的啊 这是直接给你点出本质 玉面公主那个家 它就是鸡血 血就是满清 这是神仙给我们点出实质 牛魔王的新家 就是满清 在线人间 这就是死兔子邓小平的真实面目 死兔子邓小平就是满清在线 邓小平时代 那个改革开放 就是满清二世 他就是后清 邓小平的目标和满清一模一样 就是要杀光所有中国人 断绝中华文明 好让他被西方邪神赏赐夺赦永生 就这个孙子呀 邓小平啊 你看看你啊 我刚开始做视频呢 这新视频呢 一上来还是你这个王八蛋呢 可见邓小平是多么恶毒的一个玩意儿啊 他是脚底流浓头顶生疮啊 他是坏到家了 好了 这集呢就到这里啊 我补充的文字还有很多很多 一集根本做不完 我也不知道做多少集 我就一直做下去了啊 以后呢 我会以这种啊 编号继续做视频 好了 这集就到这里啊 再见